明晚6点 北京中和国安将在主场迎来老对手上海生花的挑战 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主教练施密特携队员比埃拉出席 时隔半个月 我们又在工体外场见到了国安队的小伙子们 这个间歇期球队只放了三天假 但多达八位国角 被征召进里皮的国家队 还是给施密特教练组出了难题 当然 主力都不在 正好也给了德国人考察其他队员的机会 和留下的球员进行训练也是很好的机会给他们补课 因为这一部分球员之前比赛比较少 我认为他们在这一段训练状态都不错 体能和战术执行方面都有加强 这对我们接下来的赛季有很大的帮助 国足与菲律宾 塔吉克斯坦的两场热身赛 中和国安队的球员得到了礼皮充分的信任 八名国角中 包括张希哲 李磊在内的五名球员 累计出场超过一百分钟 但在此期间 张宇宁遭遇了肩膀的伤势 本周的备战有一点困难 我们的国家队球员昨天才回到球队 他们前天在国家队还有比赛 当然 我们对他们能够入选国家队感到很开心 对俱乐部来说也是一项荣誉 不过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需要选择状态最好的球员出战明天的比赛 今年从赛季一开始 我们就打出了不错的表现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延续这种状态 我知道明天的对手是很强的一个队伍 我们在主场有球运的帮助 我也希望能够和队友们一起去把这三分打下 外援方面 巴坎布目前正随队被占非洲杯 如无意外 U23前锋 新进国角王子明将在明晚首发出战 接下来几场比赛 玉林军在攻击线上将更多依仗王子明这样的本土力量 关羽深化两队历史渊源颇深 如今又一场金户战即将上演 球迷们的胃口又重新被吊了起来 为了鼓舞士气 国安发布了赛前海报 做更好的对手 并配文老对手新故事 在相逢旭辉煌 同永逸 共奋进 为胜利 拼到底 海报中间是一届由国安和深花球衣 拼接在一起的战袍 球衣上的号码51 则表示双方将迎来第51次交手 英文主题则由朋友和敌人两个单词组成 寓意深花是国安 亦敌亦友的存在 既表达了老友重逢的喜悦 也不讳言多年来的恩怨情仇 进协期前的最后一轮 北京中和国安在客场2比1战胜天津泰达 从而继续高居榜首 而本赛季 深花一直在中下游徘徊 如今更来到了降级区 不过金户对决 从来与排名无关 一场精彩的比赛 值得期待 从1994年甲A元年开始 国安与深花就是中国足坛的两支禁律 不过经过20多年的起起伏伏 本赛季深花的落魄令人意外 中超进行了12轮之后 上海绿地深花以2胜3平7负 及9分 排名积分榜倒数第二 这也是从2004年中超以来 深花前12轮拿分最少的一次 其实从第5轮起 深花就没有赢过球 宝吉这个令人难堪的字眼 已经为户上老牌禁律提上了日程 目前深花队中只有朱晨杰 入选了新一届的国足 不过他们在外援方面损失很大 伊哈洛因为入选 尼利亚队的非洲杯名单已经离队 本赛季伊哈洛出场9次 贡献7例进球 几乎占球队进球数的一半 而在他缺席的三场比赛中 深花队仅仅打进了一例进球 罗梅罗同样入选了巴拉圭队的每周杯名单 尽管这赛季博美罗在联赛中仅有六次出场 一个助攻的数据 但对于深花队来说 仅剩莫雷诺和瓜林两名外援 让主帅弗洛雷斯在排兵附阵上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反观中克国安这边 这个休赛期 球队共有10名队员上调到各自的国家队 虽然明天的比赛只有巴坎布因为非洲杯缺席 其他球员悉数回归 但打了国家队比赛的一些果角 都有或多或少的疲劳 如何让队员恢复好 调整到最佳状态 也考验主教练施密特 从2010年开始 国安在公体对阵深花队的9场比赛中保持了全胜 这个记录或许会让国安在心理上占据更大的优势